金融市长选举结果出炉后的第一个上班日 金融市长林又昌立即指派参议杨贵杰成立交接小组 并在11月29号向市长当选人谢国良进行人事主计及财政等相关业务报告 执政的一个更替这是民主的一个常态 那所以在昨天上班的第一天我就立即指示成立交接小组 由杨贵杰参议来率队代理相关的单位跟当选人来进行报告 那在今天早上的10点杨参议也率领相关的局处首长 去向当选人来做这个说明 我想最主要是人事跟这个主计财政的部分 刘昌透露市长办公室已经打包完毕 判给新上任市长充分的资源运用 他也在事务会议上提醒同仁坚守岗位 如常推动市政直到卸任前 至于基隆人不分党派期待20多年的基隆捷运案 在他任内努力争取下最快明年第四季渴望动工 刘昌也建议新市长组专案团队接续推动 基隆捷运的一个推动 需要整个市政府一起组成一个专案的团队来执行 我们基隆市政府并不像三个直辖市有捷运局 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编制 所以我们会特别的辛苦 那这个又特别的专业 所以也期待未来的这个市长能够这个尽他的能力 把基隆捷运继续推动下去 牛昌感谢基隆市民让他有机会把中央累积的经验 及他在都市计划城市发展的专业在基隆发挥 让故乡基隆从吊车尾变成前段班 在卸任前他仍会把握每一天继续把工作做好 让我能够把过去在中央累积的经验 还有我自己在都市的计划跟城市的一个发展上面的一个专业 能够在基隆市把它发挥出来 那也实现了我过去对所有基隆市民大家的承诺 把基隆市从一个吊车尾的一个城市变成是前段班 然后也让基隆人变成是骄傲光荣的一个基隆人 满满的一个感恩 所以我们一定是把握住每一天每一刻 然后继续加油跟努力 对所有基隆市民给大家一个最后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呈现 由于林游昌在基隆市市政成绩满意度标颇八成很获肯定 外界点名林游昌卸任后 渴望入阁接任交通部长或内政部长 对此林游昌强调对未来没有特别规划 目前最需要及最想做的是休息和充电 我是怀抱的一个非常感恩的一个心情感谢所有基隆市民给我这个机会 那所以到我卸任的那一刻之前 我想我跟所有市任团队都还是会兢兢业业继续的把工作把它做好 所以至于下一步 说实在我自己并没有任何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划或者是打算 那如果真的让我自己选择的话 因为八年好好地担任两任的一个市长 我觉得其实我最需要的应该是休息跟充电 对于市长当选人谢国良 林游昌则是给予祝福及加油 希望新市长能努力带领基隆继续向前行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